好久沒有來拍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已經快要GG了 那我們來聊聊為什麼說這個遊戲會GG呢 其實他跟暗黑復仇者 陷入同一個問題點 那個問題點是他想要 他用所有的時間把你綁住 他用所有的內容 而且是很無聊的掛機 就是所謂的 疲勞扣很少啊 那種方式 然後把你綁住 有點像是說像老師在點名 用點名想要留住學生 所以他這個最可怕的就是說 你為了掛關卡 你沒有時間再去打PK 你沒有時間再去參與其他遊戲內容 這就是這個遊戲最可悲的地方 如果說他的設計是這樣子的話通常都是GG的 因為 你為了去滿足掛關卡然後結果都沒有剩餘的時間去打PK上 沒有辦法去多的時間去體驗 遊戲內容 然後晚上還要開整晚 這遊戲就是這樣 所以他跟暗黑復仇者當時陷入 初期的一個現象是一樣 現在的暗黑復仇者已經把它改掉 沒有像以前那麼誇張 但是還是挺誇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東西在第6章出了一個 連 進去打都沒有機會的玩法 就是說他的戰力要達到 98萬 98萬的戰力吼 要練很久 你可能要掛一個月你才有辦法達到這種水準 然後之前呢 之前他給你的裝備又一大堆 然後沒有包包可以放 然後又不知道說那些裝備要幹嘛 所以導致說現在這個遊戲 很多人都跑掉了 那新進來的人也很慘 新進來的人要練超久 這個東西要把它超越上去也沒有那麼簡單 你看他要1300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遊戲就是像是學校老師用點名想要留住學生 用點名留住學生就是最好笑的 你會發現說 啊就沒有內容了啊就要我一直在那邊掛 一個疲勞一個疲勞這樣慢慢扣 然後我又沒有其他時間去玩其他遊戲內容 超慘的那種規劃真的很糟糕 這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遊戲內容就是這樣子 遊戲內容已經夠少了然後還被人家 安排去一直掛機一直掛機他現在還是一樣啊 你看他這一樣扣 扣疲勞扣1啊 你看你要掛八百場耶 那你還有時間去玩其他的內容嗎 你哪有其他時間去玩內容 玩他其他優秀的內容沒有機會了沒有時間了 他這遊戲就是這樣最可悲那我還是 我還是來打一下那個 我還是來掃一下 四殿之塔 然後呢我還是來打一下進階石 他這種東西齁遲早一天 會很慘 那那一天來領的時候就是他準備放 大量內容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很多的資源然後讓你直接過那那一天我再回來玩就好了 因為我沒有必要為了他錯誤的設計 然後去跟他一起自虐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覺得那是他錯誤的設計跟我無關 他設計成你要一直掛一直掛然後都沒有 沒有時間去體驗其他的內容 幹那個是他們的問題不是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我不需要跟著他一起騎舞 我還是隨心所欲的我想玩我的就稍微玩一下 然後最近暗內復仇者已經改了 他比較不會像之前那麼吃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 好的表現 不會像這個這樣子還活在這種 把你全部的時間都綁在這隻手機要讓你一直浪費時間掛 他可能以為說啊我這個遊戲我學黑色沙漠那種 一直掛一直掛人家會接受會賺錢 真不好意思吼 這種遊戲不是MMORPG 而且沒有路上隨便砍人的功能 只有那種路上隨便砍人的功能才能夠激起耐線 激起人家覺得說這個好玩 然後一直掛下去 現在這種動作RPG你要這樣子吃人家時間其實是 人家接受度很低啊 很快就完蛋了 不然你們仔細去看 到時候這一款出來你看他可以撐多久 如果他用這種模式的話 不然其實說真的這遊戲做的還蠻到位的 不然其實說真的這遊戲做的還蠻到位的 是由於真的 那麼那種荒漢 就想在那邊 動作 動作 上 然后最狂的是他还有一个所谓的乱斗场 他的乱斗场要全手动 全手动是还好 可是他没有限次数 所以变成说那个时间 你要非常自虐的一直进来打 在这里 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 过了那个时间了 这个就是他最右边那一个 是对视的 那太恐怖了 那个你要整整两小时都在 都在上面再要跟他耗 所以这个游戏会倒台 也是没有 也不是说没有原因的 就跟暗黑复仇者当时一样 花太多时间在挂机上面 根本没有时间打PK那些的 没有办法体验游戏的乐趣 你这手机干脆整天丢在那里就好了 那我现在这一款我就轻松玩 我就等 等他到时候直接推出一些 直接更好的装备 我再把它直接通关就可以了 那以上呢 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是一个玩游戏的心态去调整 人家做了一堆错误的东西 我们不见得要去自虐 游戏是要玩得开心的 游戏是要玩得开心的